先战一把远复步的使徒 12000分的使徒 胜率多少61.52%走起 看一看 使徒的话呢 比较难去把他给说输了 好像使徒保平还是很强呢 不过这套阵容还不错 这套阵容的话 看探员如果说上来牵制的话 有点机会的 看探员是雪克使徒 调香油拆 其实都遛不动使徒的 调香油拆其实都遛不动的 这边的话直接一波跳 打的有点好啊 这波打的这个猫放的真舒服 跳过来晕住 这一刀打完的话 下一只猫咬中直接抬走了 闪现都不需要 就这块板子破了 然后放猫 他带的让你踹板加速吧 踹板加速 晕住 诶 少年你急了一点啊 不过问题不大 这波机倒太快了 闪现都没有好的 外面的话 穷者这边得怎么样呢 他们得救 然后呢 还得不吃双挡 最好嘛 无伤救 这个对于傭兵来讲压力有点大 看探员过来了 两个人来救 两个人来救其实是要的 打这种顶尖使徒的话呢 两个人过来救是很有必要的 一个人就 经常会出现什么 救不下来 过半 对吧 各种就选择卖掉 卖掉也行吧 卖掉也行 想沉默一手 免得沉默到 还行 傭兵这边的话 也算是刚才看探员过来 分散了一下注意力啊 然后呢 傭兵这边 我刚想说 傭兵这边慢慢的往前压过去了 那就是选择卖掉了 卖掉嘛 也行 反正你只要在救人环节不出失误 不出事情就可以 对吧 那你没救嘛 也算是没有出 而且这边看探员牵制 看探员和傭兵牵制的话 其实是有机会的 看探员三块磁铁代飞轮 傭兵三个互币 而且他不太可能去抓住这傭兵 我觉得卖掉可以啊 卖掉这边 因为卖掉以后 挑衷是没有被抓 就还行 这边的话这个猫咬就没有用啊 这猫咬就没有用的 因为这个磁铁一定是把你弹开的 这波闪现的话 他想打一个取消擦刀 但没有成功 那这波 第二个追击节奏 可能会变得比较的慢 变得比较慢呢 穷者如果待会儿有一波救人 卡半 不吃双岛 救下来 哎 对咯 就有机会咯 猫在定 算了机子 算了机子 现在的话差不多要修掉四台机子了 还差最后一台 看探员这边也算是拉满的一个牵制 当然这边主要是使徒这个闪现 没打到嘛 打到的话可能就瞬间抬掉了 三人三跑有没有机会 我觉得三人三跑 得看开门站追的是个谁 他开门站追调香师应该是没有机会的 开门站如果追的是佣兵 追的是有道具的勘探 那可能还有点机会吧 哎 又打不到 没说错吧 勘探员真的雪克使徒啊 这位来机子 提倡师已经开始摸上了 佣兵这边的话准备救人就好了 啊 佣兵准备救人就好了 呃 这个时候呢 其实佣兵有时间的话 我觉得可以翻翻道具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可以翻翻道具是什么 这个翻道具主要是给什么呢 给调香师的 因为调香师的香水在开门站的时候 并不是特别的有用 并不是特别的有用 亚满就 站着别动 我来帮你 这边的话底牌切传送 使徒这个时候选择过去抓调香师是最正确的 非常正确的选择 他如果说真的能迈出这一步 我就给你点个赞 不管输赢 因为他这个时候去抓调香师 他才有机会能赢 他不抓调香师 他很难赢的 我们上级来看他这边过去调香师 那机子最多租到70多 80 他如果说把调香师秒了 压住离产级 他就赢了 因为这边优秘的薄命会消耗掉 待会没有薄命去管这个调香师的 调香师拉不开 但是他这边如果选择防守 那就看开门战了 就看开门战了 真的 他刚才如果说迈出这一步去抓这个 调香师就很不错 所以的话机子等 差不多 等那个看探员吧 看探员这边反走 佣兵这边的话身上有猫 但是他有护臂 护臂直接跳 哎 没能跳出来 那这样的话传送是有的 挂上 他知道调香师的机子离门远 不能第一时间贴门 调香师这边卡在一个中场 不走 传送 妈 排桥香师 大哥你你可以的 这手排桥香师排到耳鸣了 有点帅的 看见足迹了 那看探员只能回头过去救人 这边一刀好像又几 飞轮 这刀 这条是得挂 这条是得挂 船嘛 倒一个看探 没挂到确实是好事 因为为什么没得挂呢 就是怕什么呢 爬这个调香师 跳地窖 万一出现三跑 这边再抓傭兵 这开门战 对于穷者的一个位置 拿捏有点到位的 但这边好像 能留住这傭兵吗 留不住的话 好像是个 诶 傭兵犹豫了一下 大哥你走啊 傭兵犹豫了一下 他没有 他最后那一步是没有卖的 我感觉他最后那步停下来了 他应该觉得这边使徒打不到他了 但人家你身上有猫啊 卡这点 等于是猫 四杀 打得好 这个开门战 真的打得蛮好的 这开门战 他去排条香师就很优秀了 这波排条香师 我相信很多人都想不到吧 要我们肯定直接传了 看着在我们这边 好了 fl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